很多好萊塢的藝人 都有他們自己的私人飛機 自己也會開飛機 那麼在大陸 香港 台灣好像沒有 但是大陸跟香港 都有明星有他們的私人飛機 包括這幾年爆紅的范冰冰 對不對 連他都有私人飛機 當然啦 你上次有沒有看 張子儀的私人飛機 還載了李奧納多 迪卡皮歐 張子儀也有私人飛機 當然有私人的私人飛機 每個人都有私人飛機 我們看 對 通常我們會以為是 女人坐男人的飛機 這不是真的男人坐女人的飛機 因為他到中國大陸去 那是你地主之宜 我們講成龍大哥的私人飛機 更厲害了 傳奇650型 那是巴西製造的 噴射的私人客機 賣給了 第一個賣給亞洲國家 賣給成龍 三千萬人民幣 三千萬美金 然後裡面有三個仓等 然後裡面還有什麼私人電影院 什麼都有 然後成龍每次去 人家你知道 別人的私人飛機去 還走貴賓通道 成龍的飛機到了那個機場 大陸機場 是人家保鏢跟那個全部來借他 特別通關的 果然是大哥 可是哥哥 在這種私人飛機上面 真的要幹嘛就幹嘛 就精采了 我跟你講 你知道澳洲 我們剛才講說 那個雷夫發言師 不是跟澳洲空姐嗎 對… 澳洲專門出這種怪事 你知道嗎 他們現在有一個叫 空中高潮俱樂部 聽了我們就覺得 這名字還真直白 對 他的名字就這麼直白 為什麼你知道嗎 你來坐我們的飛機 小飛機對不對 我跟你講 你在很高的高空缺氧 一缺氧 你就容易達到高潮 所以說 這次我們講過了 沒錯啊 我跟你講 英國的波霸模特兒 叫喬丹 他就是信號遲到 你知道嗎 他在英國非常有名 他是第一個報名的 現在有數千個網友 而且飛一趟 四十五分鐘 只要五千塊人民幣 所以網友他們都搞錯了 所以網友他們都搞錯了 他們那個…